大家好,我是表妹,每个城市的酒吧都述说着喜与悲的故事,这些浸泡在此的人群,有激情的狂欢也有悲伤的释放,而百度人就是帮助后者走出悲伤的人。 陈墨和管春共同开了这家酒吧,生意之余也帮助他人走出失恋的阴影,也被俗称为百度人。 虽然酒吧颇受大家欢迎,但同街的小玉却并不认同,她认为酒吧的彻夜狂欢扰乱了街坊的正常休息,为了平息小玉的不满,他们请小玉携朋友到酒吧免费唱饮。 为此,他们也认识了落魄歌星玛丽和其女友江洁。 作为有着多年百度人惊艳的陈墨,很快便看出玛丽和江洁之间已经存在隔阂,但玛丽假装视而不见,一个人郁郁寡欢。 陈墨虽然作为百度人,但心中也有一道过不去的情商。 十年前,她认识了金牌酒宝何慕子,据说她调的酒,没人能扛过一杯。 当年的陈墨就抱着挑战的想法,走进了何慕子的世界。 可荷慕斯的意外离世,让她一直没能彻底走出悲痛,似乎是想用百度他人的办法,让自己也能得到释放。 同样没有走出曾经的还有她的朋友管春。 当她十年前的女友毛毛回来继承父亲的饼店时,管春不顾一切地找到了毛毛。 只可惜,毛毛失去了记忆,已经忘记了曾经的一切,甚至连父亲做饼的手艺也忘得一干二净,导致来店里的客人对她做的饼极度排斥。 但管春没有一点排斥,不仅对她的饼赞不绝口,甚至想尽办法帮毛毛的饼店拉动生意。 毛毛当然也已经忘记了管春,如今只以为管春是自己的粉丝,一来二去和管春成为了关系融洽的朋友。 十年前,管春还是这一代的混混,凭着街机游戏小有名声,无意中与饼店的毛毛认识,又因为游戏两人很快成了男女朋友。 可就在某天,管春因为游戏得罪了另一个混混头目,此人带人找到了正在约会的管春和毛毛,对他们展开群殴。 毛毛为护住管春,头部遭到重击,失去了记忆,毛毛的父亲也带着她离开了此地。 十年后,毛毛终于回到了这里,管春也想尽一切办法恢复毛毛的记忆。 为此,她搞出了无数花样,可都以失败告终。 不过沉默并没有让管春放弃,反而是联合所有朋友尽心为她提供帮助。 但管春越发疯狂地举动,让沉默最终找到了毛毛的舅舅帮忙。 毛毛舅舅给出的答案是,想要毛毛恢复做饼的手艺,就必须忘掉一切情感,专心学习做饼,同时打算将毛毛带去南美。 另一边,沉默将百度的目标放到了小玉身上。 小玉的好友加偶像玛丽因为与女友将姐分手,而变得堕落不堪,整天借酒交仇。 年少时,刚出道的玛丽给了小玉极大的信心和鼓励,是她成长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人。 当然,小玉也一直暗恋着玛丽。 如今玛丽跌入人生低谷,小玉为亲自帮玛丽走出阴影,决定向沉默学习如何做一名百度人。 于是,沉默带她亲自对两名失恋者进行了百度,让小玉很快悉得如何帮助他人走出阴影。 这时,小玉想到了帮助玛丽的方法,为玛丽办一场演唱会。 在玛丽的世界里,音乐是最重要的东西,这场演唱会能让她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和信心。 在沉默等朋友的帮助下,演唱会在酒吧街举办,玛丽似乎找回了曾经为音乐而疯狂的自己,也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。 很快,新的公司和玛丽签了合同,她的事业也重新起步。 就在他们为玛丽庆祝的当晚,玛丽前女友江杰携新男友到来,见到玛丽后开始对她进行羞辱。 忍无可忍的小玉站了出来,和江杰发生争执,最终决定以酒吧高尔夫一分高下。 酒吧高尔夫是沉默发明的一种玩法,挑战者将从酒吧街第一家酒吧一直喝到第九家。 沿途需要按规则喝下不同种类的酒,谁先倒下或者谁最后完成便是输。 不怎么喝酒的小玉无惧应战,硬是靠意志扛到了第九家酒吧。 最后一杯酒并不激烈,而是让两人在喝酒前说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。 江杰或许是听到小玉讲述于玛丽的经历,让她感到有些无地自容,于是发疯式地打翻了这杯酒,小玉也因此获得了最终胜利。 但此时清醒过来的玛丽立刻跟出了酒吧,正好见到江杰与其现男友正发生争吵。 玛丽上前打倒了对江杰动手的男子,然后带着江杰在大雨中离开。 小玉虽然赢得了比赛,但这一幕令她失落无比。 经过这件事后,玛丽走出了阴影,离开了这座城市,继续为音乐梦想而奋斗。 很快,她的名声再度响亮起来,并办起了演唱会。 同时,小玉也继续和玛丽保持良好的关系,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她。 经历了这些之后,沉默终于解开了心结,走出了对和睦子无尽的思念之中。 但广春还被困在情伤之中,得知毛毛离开的她整天都郁郁寡欢。 不久后,毛毛为她寄了一份自己做的饼。 在得到沉默的提醒后,广春决定动身去南美寻找毛毛,而沉默则继续担任百度人,带这个城市所有受伤之人走出阴影。 影片到此结束。 百度人是2016年上映的一部爱情喜剧片,由张佳佳指导。 全编在爱情浪漫的表达之余,也有诸多笑料。 每个人物也都有着独特的性格,他们几乎都曾被困在情感之中,迷茫纠结。 即使是身为百度人的沉默,也总是活在过去的痛苦之中。 在百度他人之时,其实也在百度自己。 好在影片最后,每个人都走出了阴影。 人生总是会有爱恋,也会有遗憾。 酒精能暂时解决一切,但最终解脱还是要靠自己的内心。 影片充满情怀、浪漫,也有都市之夜的疯狂和空虚。 狂欢的人或许总是在寻找内心的释放,也在寻找自己真正的价值所在。 有的人想一醉方休,有的人想叱咤酒场。 然而,生活是美好的,它不仅仅是夜晚的狂欢,还有白日里暖人的阳光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儿,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哦。